使用GitRM可以删除文件 在没有提交或者是提交之后 我们都可以去把这个删除的文件恢复过来 下面我们再去删除掉index.html这个文件 然后再把它恢复过来 再去查看一下这个目标下面的东西 那么现在你已经看不到这个index.html这个文件了 再去查看一下现在的状态 用GitStatus 提示当前有一个要提交的一个修改 就是这个删除了index.html这个文件 那么如果现在我们改主意了 不想去删除掉这个index.html 把它恢复过来 我们可以使用GitCheckout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有很多功能 我们可以先用它去恢复一下这个文件 输入GitCheckout 后面加上一个head 表示最近的一次提交 然后在它的后面再加上两个横线 表示当前的分支 后面我们会再去详细的去介绍分支 然后在它的后面加上一个空格 接着就是要恢复过来的文件的一个名称 这里我们要恢复的是index.html 那么这一行命令的意思就是去把index.html这个文件 恢复到最近的一次提交的一个状态 这里我们再去输入一下ls 去查看一下当前目录里面的东西 现在你可以看到index.html这个文件又回来了 再去看一下当前的状态 GitStatus 你会发现现在的工作目录是干净的 删除文件并且提交以后 我们也可以去使用这个命令去把文件恢复过来 先用GitRM去删除掉index.html 再查看一下当前目录下面的东西 alias 你可以看到index.html已经不在了 再看一下现在的状态 GitStatus 工作目录现在是干净的 这个时候如果你想再去恢复一下index.html 我们需要去把index.html 恢复到最近的上一次提交的一个状态 那么因为最近的提交是删除index.html 这个时候如果想去恢复一下index.html 我们需要去把index.html恢复到最近的上一次提交的一个状态 那么因为最近的一次提交就是这个删除index.html 它的上一次提交应该就是没有删除它之前的一个状态 这里我们用GitCheckout 后面加上一个head 然后在它的后面我们可以加上一个向上的一个箭头 也就是在键盘上面的数字6上面的那个小符号 它表示最近的一次提交的上一次提交 两个箭头呢就表示上两次提交 后面再加上两个横线空格 然后再加上要恢复的文件index.html 再查看一下现在目录里面的东西 你可以看到index.html已经在工作目录里面了 再看一下状态 提示我们准备要提交的一个修改是一个新的文件index.html 我们可以再去提交一下 用GitCommit加上一个提交的信息 恢复了index.html 使用这里面介绍的这个方法呢 不仅仅可以去恢复删除的文件 如果你对文件做了一些修改 想要把它恢复成最近提交的一个状态的话 同样可以使用这样的方法 感谢观看